身为确认EG.5维生冠新变种病毒之后 专界预计本国最快在今个月偵測到该病毒 优丽明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上个月 将新型冠状病毒变种病毒EG.5 列入传播监测名单后 位于多伦多的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网络的传染病专家表示 本国很快会出现EG.5感染个案 并有可能在本月或下个月 在污水中偵測到这种变种病毒 届时长者和有长期病患的人士 将容易受到影响 住院率将会增加 EG.5是另一个变种病毒Omicron的后代 目前为止 它的感染个案已经在英美等国出现 在英国 EG.5感染个案 占该国所有新冠病例的约一成半 美国疾控中心估计 EG.5感染个案 占过往两个星期 所有病例的约一成七 本国专家表示 病毒将继续变种 对社区的影响将有起有负 最有效的预防措施 包括戴口罩 接种疫苗和空气流通 接种疫苗和空气流通